张胜书老师 我们来看看 什么样子为命格的人 可以把老公的钱 很厉害地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从夫妻宫来看 这些钱是怎么飞进来的 来 我们看第一个夫妻宫 是 舞曲称为财心 用的方法当然就是最直接的 其实舞曲往往会觉得 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所以对男人来讲 最好的方法就是管住他的口袋 你的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那我来控制这个钱 可是因为舞曲本身又很精明 理财确实也很棒 所以钱在他的手上 容易钱滚钱 那在老公手上 手头上松一下就没了 所以说实在的 老公也会服气 所以这就是舞曲 称为财心的原因了 再来第二个是 天象星 这颗星被称为帮夫之星 也称为衣食之星 顾名思义 其实我们也说 把老公照顾好 就是管好他的胃 穿衣 吃饭 我帮他打点 甚至我帮老公做事业 我在帮他 既然是我帮的 钱当然就归我 这不是天经地义了吗 所以天象是先帮夫后拿钱 我是有付出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角度出发 老公当然也会感激 但是第一名的天府 就比较厉害了 天府被称为福星 他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 老公自动就把钱献出来了 是 这才叫做福星 但是你可以看这颗星 能够取到他的 太不容易了 因为天府是属于 我们讲的帝王之星 所以天府星 天象星 舞曲星 这三个 都是钱可以从老公那边 飞进来的 好耶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 如果喜欢我们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搜寻 命运好好玩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 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哦 哦耶